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有一个来自于日本的奉献者,加入我们的Safari 欢迎加入我们的Safari 她今天是今天加入的 哈利Krishnah,哈利波 就是这个Mathaji 我们也欢迎Yalangi Mataji 哈利Krishnah 她也欢迎来到这里,她的家庭,她的妈妈在这里 她的家庭,她的家庭,她的家庭,她的家庭 哈利Krishnah,哈利Krishnah,欢迎 还有今天加入的吗? 还有今天加入的吗? Bakter William is here Bakter William from Costa Rica, Central America 来自于南美洲哥斯大利加的一个奉献者 现在我们还想介绍一下,尤其是我们的嘉宾 今天我们的嘉宾,Duta Karma Prabhu 哈利Krishnah,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a great honour for us 对于我们来讲呢,非常的幸运能够跟你们在一起 能够得到你们的联益 这是苏拉帕帕德德的门徒 巴格达达达达达达 其实马达达达达达达 差点摔一个跟头 我们现在在场地 他是继续的树上升 他来到第三圆 您明镜 你请你oxit 还有法科兰德的 proxim preocup 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在Safari的时候 我们来到Partner 我们将会组织一些研讨会 主持人说可能需要把这个声音的音量降低一点 我们将谈论关于Christner之绝对有意思的体质 还有关于Safari的很多的有意思的东西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要介绍一些自身的表现者 是罗帕帕德的门徒 出现者们他们在自己的庙里做很多非常优秀的服务 那么我们也想从你们那儿聆听 而且想聆听Safari的觉悟 今天我们要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 那就是Vashnava离 因为我们一共这个Safari是15天 然后今天是我们的第五天 感觉好像我们都旅行了一个月了 每个人都感觉到好像经历了一场战争一样 非常的令人惊讶 去Durga Poo 你们喜欢加尔康的吗 其实我们是第一次在加尔康的做一个节目 特别的令人惊讶 我们得不断地去 是因为有非常的甜美的奉献者 那个地方的节目也非常的甜美 有其他的摄影地 那么在其他的城市 大概骑一个小时车程 因为有的地方 有的地方汽车到不了 必须得不同的去走路 然后是很大的一个地区 我想比这个大厅还要大 大概七比 这大厅差不多相当于半个足球场吧 他说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村地 在那个地方有 主彩滩也只跟大象跳舞的地方 全都是大象 跟大象跳舞的地方 那个地方 就是说只有大象 在加尔康的 在加尔康的 有的时候在丛林之中 有的时候是在村子里 我们就在那里 就在那个地方 这是对于我们来讲非常神圣的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把麦克风给 给这个资深的奉献者们 然后大家呢 到最后关于外师拉巴里 也可以去提问 而且今天我们还要进行对明天节目的重要宣布 明天还有后天的节目 而且呢 还有关于在加尔康的这个节目 就是在菩提加业的那个节目 我们怎么开始呢 也许我们可以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麦克风 就是给每一个讲话的人 十分钟 十分钟这样轮流 谈一谈关于外师拉巴里的重要性 然后就这样不断地去传递这个麦克风 我们这里有非常伟大的外师拉巴们 所以也许马拉您可以开始 从您开始 现在的一定情维称 这是吗 我们有个人吗 大家都有 我们有什么罪 我们有一个罪 我们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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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就会 我们就有罪 我们就有一点 既然Marichi Prabhu让我讲课在十分钟之内 那么我就给你们一点点 一点点一个记忆 就是一个逍遥时光曾经发生过的 我住在加尔哥达的庙 1976年 Garga Muni 在那个时候是Swami 他来了 从德国来的 他在美国 然后他要求有一些Bramcharya人们来印度来传播 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很多的印度奉献者 我们的奉献者们几乎全都是西方人 所以Garga Muni Swami去了美国 他征集了一些年轻人来印度 来帮助这里的传播的工作 他去了德国 他买了一个交通工具 也就是梅塞德斯的这个奔驰 大概买了六辆 他把他们从欧洲一路带到了印度 因为在那个时候印度 其实呢很难买到东西 只有一辆车 只有一辆车 大市牌的小轿车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交通工具 所以呢当他买了这个德国的奔驰之后呢 就是他还给添置了一些其他的设备 比如说 波音器可以大声的播放 Hari Krishna Mandra 那个时候他们也叫我来印度帮忙传播 波布帕当时在加尔哥达 波布帕也来玛雅普 我们买了三辆大市牌的小轿车 给睡了波布帕 一辆呢放在了孟买 另外一辆在德里 还有一辆在加尔哥达 你们可以看到那辆车 现在在加尔哥 在玛雅普 是红色的大市牌的小轿车 然后上边就是前边 车子前边画的一个大的提拉克 很好的一辆车 在那个时候呢 情况不一样 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塑料的 你要是这个车撞车了 你还得换新的零部件 但在帕帕德的那个时候 撞了车之后也没关系 你就拿一个锤子来 把它敲回去就行了 你并不需要去买新车 如今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无论如何帕帕德的车 加尔哥姆尼弄到了六辆 招动工具很多的奉献者们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奉献者 我们全都是跟着帕帕一起去玛雅普 所以就安排成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接待的一个场面 就像睡了家 帕帕德斯拉米马哈拉吉他有他的学员 他有一辆车 然后呢还有一辆救护车 还有其他的奉献者们坐在其他的车上 就像那样 帕帕德有一大群人 那么有六辆车 奔驰车队 而帕帕德还有一辆大使牌的小轿车 还有其他的几辆车 帕帕德的这个计划是去玛雅普 然后中间要停一下 荣耀早餐 有一个特定的一片土地 每一年睡了啪啪啪都在那个地方停下来 是一片芒果树林 一小片芒果树林就在路边 我们早早地离开了 然后去就是到了早餐的时间 我们停了车 每个人都在这个芒果树林 这样我们就安排 首先呢 帕帕帕帕坐下来 萨尼亚西们也全都在服务 啪啪荣耀早餐 而在啪啪荣耀完早餐之后呢 它完全的满足 然后呢 我们让所有的萨尼亚西们坐下来 在那个时候 我还不是一个萨尼亚西呢 我只不过是一个普达玉查理 这些萨尼亚西们就比如说 有塔摩尔克什构斯瓦米 卡尔格穆米斯瓦米 布拉曼南达斯瓦米 全都是很有力量的 萨尼亚西们 非常有力量的人 我们让所有的萨尼亚西们坐下来 还有阿旭佩南达斯瓦米 喀耶etz巴达克斯瓦米 当时好像也来了 他们全都坐下来 我们作为普达玉查理们 我们就给他们服务菩萨达摩 然后等到他们荣耀完菩萨达amer之后 接着呢 我们所有的人 其他的普达玉查理们 我们都开始荣耀菩萨达amer 而普朵巴陛说 他们说非常好 他说当礼仪被遵守的时候 肯定的亏示是临在的 那就是帕帕阿德对我们的教导 关于礼仪的这个重要性 当礼仪的重要性被追随的时候 肯定的亏示是临在的 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特别觉察到 礼仪的重要性 但是呢这个插曲 这个是真实的发生的 当时我也在场 我见证了所有的一切 对于我们来讲重要的就是说 要记住礼仪是重要的 而且呢即使我们可能认为很麻烦 我们没有受到多少的 没有受到多少的这个教育 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受的文化也 那种教养也不好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取悦魁士纳的 而同样道理呢 有另外的一个笑容时光 在《采达尼扎塔摩特》中 这个描述说 祖采达尼扎塔尼如何叫 《采达尼扎塔摩特》来 来看他 来见他 而《采达尼扎塔摩特》 跟哈里达斯塔库住在一起 在斯塔巴库 他必须要去见 这就需要它 当时呢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沿着这个路走 然后在楚加哥纳他的庙前要经过的 而另外的一条路呢 是要经过一片很热的沙地 你们应该知道 如果你们走在炙热的沙地上 如果是在中午的时候是特别特别热 会把你的脚烫伤 就像是如果你们去做パーリークラマ 在この月份的一开始 特别的热 你们的脚 就是说 这个很热很热的 这个走在这很热的地上 你们的脚上都会烫气泡 那么走在这个很热的沙地上 就好像是走在煤块上一样 但是サナタンゴスアミ 他就考虑 如果我要是从庙门前走的话 可能我会触碰到那些崇拜主加哥纳他的人的躯体 然后所以他就想 如果我用我的躯体触碰他们的话 那么サナタン其实非常的谦卑 他想着我是一个卑微的堕落的 有污染的灵魂 如果触碰他们的躯体 那肯定我就会污染他们 那他们怎么去好好地崇拜主加哥纳他 所以呢 サナタン就来到这个有炙热的沙子的那片地方 他把自己的脚都给烫伤了 他把自己的脚都给烫伤了 朱采坦尼因为他严格地遵守 Vaisnava礼仪 这种礼仪 也就是我们也应该一直非常的谦卑 非常的尊敬其他的人 这就是我的 我对这个主题的介绍 朱采坦尼他是斯洛帕帕德的非常资深的门徒 他是一个斯洛帕帕德那个时代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作家 他写了很多很重要的书籍 他来讲一讲 这个当资深的奉献者让我讲的时候 他指的是你心和古鲁玛 他让我讲 礼仪呢 我就一定要讲一讲 感谢你们的邀请 有一些Vaisnava行为举止的原则 其中之一是 一个人要服务资深的奉献者 要从他们内里询问 一个人要跟自己的平辈交朋友 在奉献服务之中 而且一个人应该对于那些 不那么进步的人充满怜悯之心 这是一种 就是跟物质生活价价相反的 通常呢 一个人 如果他遇到一个不太有资格的人 试图去 他就会 就是说一个 他就会去努力地剥削他 去控制他 去主宰他 而对于同辈呢 他就会努力地跟他们去竞争 去击败他们 让他们置于更低的地位 而对于那些更精进的人 那么这些物质主义者们 就会嫉妒他们 那么努力地想把他们 从自己的地位上拉下来 占据他们的地位 所以这是 基本上呢 是一种物质的知觉 而 这个是从我们的 嫉妒 是因为 这是从我们对之尊人格守神的 嫉妒开始的 是因为我们想占据他的地位 那么你们可以说 这个是 这是我们的原罪 我们的 我们就是 原罪就是说在礼仪方面的错误 那就是应该只有一位 至尊的享受者 而那个并不是我 如果一个人 从魁士纳那偏离 他带着这种愿望 想去独立地去脱离 魁士纳而享受的话 那么妈也就会抓住我们 让我们去试图享受这种幻觉 就是以为自己是至尊者 是控制者 而为了达到这一点呢 我们就会从事于各种各样的活动 就像我已经提到过的 我们会去嫉妒那些比我们高的人 我们想去跟我们一样的人去竞争 然后我们想去剥削那些比我们低的人 而魁士纳的礼仪 是去理解 你们应该明白到 我们是昔士纳的永恒的仆人 我们不是享受者控制者 我是昔士纳的一个仆人 这也就意味着我是昔士纳的奉献者们的仆人 这就意味着要尊敬服务 询问 我们要听我们的年长的奉献者们的话 这也意味着我们要一种非常友善的方式 去跟我们的平辈去交往 而且我们应该对于那些不那么进步的人充满怜悯之情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知道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呢 其实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能够恰当地去评估自己的地位 去评估自己在奉献服务之中的地位 是因为倾向是或者或者是对自己的地位进行高估 或者是对自己的地位进行低估 这两种事情其实都不是正确的 那么一个人应该有对于自己的 自己在奉献服务之中的恰当地位的理解 而Sastra在经典之中呢 有不同的指南什么是Udama Adhikari 什么是Matiama Adhikari 什么是Kanishta Adhikari 所以呢是有一些指南的 但是主要的指南来自于 来自于奉献者们的联谊 我们如果我们非常专注于其他奉献者们 他们的言行举止 然后他们的地位是什么 你就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而且如果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实际的地位 有恰当地评估的话 那么一个人就能够恰当地去行为举止 能够展示出恰当的礼仪 就是对其他的奉献者们 对其他处在不同地位上的奉献者们 展示出恰当的礼仪来 如果一个人要是错误的 或者说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去恰当地去衡量自己的地位的话 那最好还是去 以低的姿态去形式比较好 那么这就是我对于 你首先谈到了 你说我们应该跟我们的同辈交朋友吧 这个是不是来自于Shriman Bhagavatam 这是Nardamuni Nardamuni在教导 是吗 跟你们说真相吧 马哈拉 这我根本不记得 不记得这是谁跟谁说的了 但是呢 但是我是记得有很多次 从Shriman Bhagavan那里说过 所以呢 我就接受这个 应该是有权威性的吧 什么原则 就是服务 然后询问 尊敬那些更进步的人 跟平辈 然后在风险福祉中 跟平辈交朋友 然后要对那些 比我们不进步的人 要去展示怜悯之情 非常好 我们应该对于那些 不太进步的人 展示仁慈 怜悯 跟我们的同辈交朋友 然后呢 要非常充满热情 去迫切地去聆听 去服务那些 我们的资深的 就是比我们资深的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讲 这肯定的是不好的 如果有人 如果有人处在这样的地位上 比如说他非常 如果一个人 他的地位是很高级的 但是他只跟这些 初级的人在一起 是不好的 你也应该跟那些 高级的人在一起 而且呢 你也应该发展出 那种谦卑 应该对于那些 更加资深的人 展示出你的敬意 这将帮助我们 来进化我们的知觉 我们邀请Maharaj 现在要讲话的是 Bhaktidira Dhamadar Swami 阿们 阿们 是一个奉献者 躯体的装饰品 Krishner就会受到 这个品质的吸引 这不是说我们能够 就是像外在的一个东西 那样的放在我们的躯体上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 一种装饰品 是Krishner愿意看到的 装饰品 Bhaktidira Dhamadar Swami 那么从Dutta Kramaprabhu那里 继续 应该是第四篇吧 Simon Bhagavatam 第四篇 Nardamuni 在讲 在教会的甘露之中 也有所引用 关于去尊敬那些资深的人 对于那些平辈 就是说跟他们交朋友 我们努力地去培养 我们的Krishner之觉 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 去超越物质自然三重苦 Rupagoswami 尤其的在他的教会的甘露之中 提到了这一点 当然在宝爱的甘露之中 也有提及 遵守Vashnava礼仪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还记得在 Chaitanya Bhagavat之中提到 有一天 Murati Gupta来见 Chaitanya Mahaprabhu 而且连同Nityananda Bhagavatam 在一起 Murati Gupta 顶拜 Chaitanya Mahaprabhu 然后呢 他在顶拜主Nityananda Bhagavatam Chaitanya Mahaprabhu 不满意 他说Murati 你难道不知道这些是什么 我应该教你吗 Murati Gupta说 我的主啊 我只不过是追随我的心意罢了 我有什么力量啊 其实我没有什么力量 然后呢 他回家 他睡着了 Chaitanya Mahaprabhu 和Nityananda Bhagavatam 就显现在 他的梦中 Chaitanya Mahaprabhu 说 然后呢 他看到了Chaitanya Mahaprabhu 看到了Chaitanya Mahaprabhu 然后看到Nityananda Bhagavatam 就是说更年长 因为他是在Chaitanya Mahaprabhu 之前显现的 就像是Balaram 在Kushna之前显现 因此在他的梦中呢 Murati Gupta 他就给Chaitanya Mahaprabhu 顶拜 然后呢 再顶拜Chaitanya Mahaprabhu 接着 Chaitanya Mahaprabhu Chaitanya Mahaprabhu Chaitanya Mahaprabhu 然后呢 他就先想 在Chaitanya Mahaprabhu的注视之下 他就先顶拜Chaitanya Mahaprabhu 然后再顶拜Chaitanya Mahaprabhu 然后Chaitanya Mahaprabhu 说 Murati Gupta 你在干什么 然后他说 其实我没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是在追随你的信誓 Chaitanya Mahaprabhu 我说对 现在你做对了 Nithinanda Mahaprabhu 更加的自身 而我呢 是比他要低的 所以你应该先向他顶拜 这就是Vashnava的礼仪 这个敬意应该给那些自身的布现者 如果你们记得Chaitanya Mahaprabhu 在Panihati Nithinanda Mahaprabhu 他坐在那里 在一个很高的平台上 在一个很高的平台上 而他的亲密的同友们 Chaitanya Mahaprabhu说 当我看到任何的小孩的时候 我都觉得看得像 Panihati Mahaprabhu 牧牛童一样 所有的这些小孩们都是牧牛童的朋友们 所以Nithinanda Mahaprabhu 然后呢 就跟那些朋友们坐在一起 他们是按照一种序列来做的 按照不同不同的这个层面 礼仪总是应该这样的被遵守的 所以呢 这个作为的顺序应该是从上到下 从自身一直到初级 礼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遵守礼仪的话 我们应该尊敬我们的资深的这些前辈 即使是在物质世界 也是如此更别提 在灵性世界了 总是应该向长者致敬 这个意思是说 谁将成为这个家庭的继承人呢 那些律师们他们知道 同样道理在灵性的这个社团之中 Krishna与奉献者有26种品质 那么最最重要的品质是 我们对于Krishna的臣服的程度 我们对于Krishna的臣服的程度 是最高级的礼仪 一个奉献者能够承载的最高的 那么当我们去尊敬 尊敬这些奉献者们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赐予我们力量 让我们成为超然的代表 所以一个领袖会选择他的继承人 也就是从他所训练的那些追随者们之中 他看到底是谁非常忠诚的去遵守所有他的这些训事 他在努力的在看 其实他在看他的学生们 然后在决定 而且呢 他就会选择一个代表成为他的被授权的 被赋予力量的代表 如果你们看得仔细的话 苏特格斯瓦米其实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聆听师们的巴格他们的 因为当时在场的 其实也有 这全都在场 那么其实都是在苏特格斯瓦米讲马谭的时候 当他讲巴格他们的时候 他就在那儿 而且呢 苏特格斯瓦米的父亲 他的祖父全都在场 那儿的母尼也在这儿 但是他受到了力量的赋予来做这个服务 所以呢 他做这个服务是因为赐予他的力量 为什么他被赐予了力量 是因为他遵守了这种礼仪 即使你在一个办公室里你走路的话 就是说你在一个办公室里去工作的话 你怎么才能够升职加薪呢 你必须要对于你的领袖非常的忠心 但是那些爆发户 然后他们即使就是有的时候 他们到了这个一个公司里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工资上的增长 但不会说一直是如此 但是呢 只有那些非常忠诚 完全完全臣服的人 他们才会逐渐逐渐得到越来越大的权利 因为他们非常的尊重长辈 那些就是比他自身的人 在Tanya Mahapapa说过 这个是装饰一个奉献者的装饰品 而且这个是魁氏呢 喜欢看的一个装饰品 不是说我们想去看魁氏呢 而是说我们身上的装饰品 让我们自己变得非常的有吸引力 这样的魁氏呢 就想来看我们 就是我们说 万世纳瓦礼仪为什么是如此的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是个初级者 我们不能在这个高级者面前这样的去羡慕 我们不应该去当着资深的奉献者的面 去领Kirtan 在Sankirtan的时候 我们做Sankirtan 你从来就是说 即使你知道你也应该保持安静 你闭嘴 你不一定要讲 你要等待 只有当这个资深的人让你讲 你才讲 如果你觉得你知道的挺多的 你其实就是在愉悦 你在愉悦礼仪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一点也不美好 你就 如果你做错的事情 你会得到一个错误的结果 你如果做正确的事 你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 没有人因为做这个正确的事情 没有人应该做这个不正确的事情 才会才得到满足 你只有做正确的事情 才能够得到满足 才能得到祝福 这就是礼仪的重要性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现在讲话的是 Bhakti Nshunha Swami 我们在讨论 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正如我的那些资深的 奉献者们所讲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体质 我也努力地去思考一下 Sadachar 这个体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呢 这个是支柱 你们可以说 这个是萨布布什纳 是一位萨布的装饰品 要记得 Mahaprabhu也 他对Hardas说 有的人传播 但是他们并不去遵守礼仪 有的人他们遵守礼仪 但是他们不去特别地去传播 但是你两者都做到了 所以呢 你是Namacharya 是的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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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aprabhu的教导之中 Sri La Bhakti Siddhanta Saraswati Thakur 他 在他的门徒身上呢 非常强调这一点 也就是他经常说 我是仆人 每当有人向他去顶拜的时候 他都是说 我是你的仆人 那么他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他要教导大家 这个Satachar Vashnava的礼仪 为什么 是因为这个是Sambandagiyana的一部分 也就是关于 Krishna的创造的知识的一部分 就是关于Krishna的创造 跟Krishna有关的一切的知识的一部分 而我们是Krishna的能量的一部分 我们要跟主进行连接 那么应该是有一种办法去跟主连接 就像 如果你不知道 这个 比如说你在这个火箭控制室里 你不知道应该按哪个按钮 你可能会推测 推测 但如果一个人知道的话 他可以一下子去按这个 正确的按钮 然后达到自己所要的结果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Vashnava礼仪的Satachar 我记得 我刚进入Eskan的时候 Bakticharu Swami 是我关于Vashnava礼仪的第一位老师 我觉得其实他讲得特别好 就是在我来印度之前一个月吧 然后呢 我去看他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 特别的令人尴尬 你旅行的时候可以发现 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有一个Bramchari 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加入的 然后呢 他就是说 他的身材很庞大 而且是庙里的唯一的Bramchari 他感觉到他自己也特别大 你看他见了我 当时我对于他来讲 我看起来特别小 我就好像是井底之蛙 从来没见过大海一样 我也从来没去过印度 然后我知道有一些地方 那些Bramchari 他们从来没去过玛雅坡 但是他们行为举止就好像是很大的Bramchari一样 然后我们跟他行为举举的时候 好像就是平辈一样 那么 我说的一件事情 就像是Mahaj说的 就是关于礼礼 我觉得应该是80年代吧 有一些基本的事 就是说 启迪的奉献者歌里唱歌 然后呢 如果没启迪是不能唱歌的 然后也不能打这个脑搏 我到了这个 我到了庙里之后呢 启迪的奉献者在前面 然后呢 我不能在他的面前站着 我应该站在他后面 这个 要不然的话就被认为是 不礼貌 就如果你要 你是没启迪的 你站在一个 启迪了的奉献者的前面 那个时候大家也都很高兴 但现在呢 好像就变得 变得好像改变了 华士纳瓦里不太被人遵守了 那么在以前的时候 没有多少条件 受很多的苦 做很小很小的事情 其实就比如说点火呀 然后呢就是没有厨房 我们就得拿柴火烧火 做饭 我们做这些事情 都是很困难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 也没什么痛苦啊 没什么太大的苦 然后我就在想 Brahma Chari的第一项职责是聆听 这是Brahma Chari 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学生 做学生你必须要聆听 因为你还没有发展出那种品格 你还没有发展出那种品质 那么你就要聆听Brahma Chari 就应该是去聆听的 然后那个人真的是让人震惊啊 我们就非常非常的赶紧去道歉 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像对于你们来讲呢 好像等级算不了什么 这种机械性的行为举止 可以导致一种机械的这种唱颂 而我们的机械的唱颂 其实还让我们留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内 因为我们有这种机械的心态 机械的这种对长者的态度 然后呢我们可以唱颂很多很多的机械的去唱颂 我们只不过是在发出这个音节而已 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去唱颂圣明 这才是秘密 是的我见过这个 因为我们匮乏 匮乏这个最主要的原则 因此马哈布布他列出了一位奉献者的26项品质 他说 一个人臣服于主魁圣的莲花族的标记就是 他成为奥巴拉卡拉卡 他变成所有生物体的祝愿者 也许现在我们可以接受问题了吧 是的 如果要是奉献者们 也许关于白士纳瓦礼仪的这个主题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去回答 我们做一个提问回答的一个环节吧 是的 说一说你的名字是什么 你从哪里来 我的名字是 我来自于哈印尔巴 我有一个疑问 马哈拉斯刚才讲到 我们不应该去 就是说 我们不应该是去愚蠢的那样的去 我想知道 我们怎么才能不应该去愚蠢的忠诚 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哈印尔巴斯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 在马哈印尔巴斯在马尔布讲过的 他说 一个机构之内呢 就是即使是你看到在这个机构之中看到有一些错误的东西 最好不要去 非得指出来不可 我就是说 我就是说发誓 如果有错误的事情出现 我也一个字不说 那就是一种愚蠢 我们遵循这种礼仪 但是我们并不应该愚蠢 我们不应该非常的天真 因为 因为一个自身的人 如果是一个很自身的人 如果一个自身的人没有恰当地去行为举止的话 我们不应该接受他是一个很自身的人 只有他恰当地遵守的时候 这样就才是一个很自身的人 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年龄才变得自身 我们之所以自身是因为 我们的窥视呢 知觉的整体性 我们所做的这个这种展示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人身上的这种整体性 然后你去愚蠢地去追随他 那就错了 巴基斯坦的萨斯瓦迪塔克说 如果你错把 错把一个 愚蠢的人当成一个精进的奉献者 或者是把一个精进的奉献者 当成一个愚蠢的人 那你就会被毁灭 这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我见到就像马哈拉斯所谈到的 我访问过一个庙 因为我是个黑 我是黑人 所以呢那个庙里的人看着我 就想着我是不是应该顶拜 还是不应该顶拜 这是个斯瓦迪吗 这是什么马哈拉斯 然后我看他看着我 我就在笑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干脆把脸转开了 别让他演戏了 这个是离的问题 就是说 等到他来顶拜我的时候 最后终于他来顶拜我了 然后如果他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他就来顶拜我 那就是属于盲目的追随 谢谢 谢谢 请讲一下你的名字 还有你从哪里来 你的问题是什么 哈里克什呢 非常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提问 对不起 我的名字我记不得了 但是我暂时住在 Майя坡 如果我们的资深的这些奉献者 不遵守礼仪的话 那么出级的人怎么 怎么办呢 有不同类型的资深 有的人可能是按照年龄 就是他确体的年龄很资深 有的人呢 他资深是因为他的 他的这种管理的地位 有的人可能资深是按照他 启迪的日子 有的其他的人可能是资深 是按照他的觉悟 所以当你谈到一个人资深的时候 你必须要考虑 他是以哪种方式资深 如果一个人资深的地位 是按照 比如说他们的躯体的年龄 那好吧 外在的我们会尊敬他们 但是 同时呢我们会非常地小心 不会跟他们有很机密的联谊 如果他们没有去遵守的话 如果你们知道他们偏离了 可是呢知觉的标准 那么你们应该非常地小心 不要跟他们太接近 同时呢 你们应该考虑 你们的地位是什么 你们是不是处在一种 能够教导他的地位上呢 也许不是 是的 你说他们是很资深 那么他们比你资深 那么你就不在一种 给他们任何建议的地位上 你就不在一种 给他们任何教导的地位上 那么你所能够做的 就是去接近另外的一个人 找一个就是比那个人 更资深的人 然后呢告诉他们 你觉得有什么地方错了 然后你可以说一下 你观察到的是什么 你认为他们做了什么错 然后呢把这个交给他们 让他们来采取行动吧 你必须要询问这个 在伊斯康之内被设立起来的 领导权威的这个构架 我们这个伊斯康之内 是有一个领导的构架的 如果有一个人 偏离窥视的知觉的话 那么你就应该让 就是说他的这种权威 能够觉察到这一点 然后让他们来照顾这件事情 但是呢你自己应该小心 不要太接近他们 同时呢 要向他们进行 就是说给他们致敬 我们尊敬他们 那么这个是接着马哈尔尔斯说的 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我也发现有一些资深的奉献者 有问题 然后呢 我就去问那个资深的奉献者 当地的GBC 应该怎么办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呢我就把这个一直上诉到整个的这个最终级的这个GBC 然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和这个争端 最后呢 他们得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 就是说 我自己还有相关的那一方 怎么样 那么你这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去最高级的这个权威内力 他们却并不给你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那么 克里斯呢 最终极的是灵在的 他在巴格格格之中说 通过时间因素的影响 有一些干扰 有一些奉献服务的这个干扰 因为有的时候需要重新设立一些东西 比如说阿尔珠 他需要重新设立使徒传承 是因为他是 奉献者的朋友 所以 他是主的朋友 他是一个奉献者 所以这是我的体验 我听说有的时候 马哈亚尔 我不知道是外在的 外师那马里约还是怎么样 有很多的规则 就是说提拉克呀 还有怎么唱诵 扎巴呀 有一些规则 还有是荣耀菩萨的 我们唱诵什么 这些也全都被认为是 外师那马里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在庙里学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看到这个 座部上有个奉献者提问 请说一下你的名字 请把你的名字打上来 是的 规矩和规则 比如说荣耀菩萨达们的时候 然后呢 是不是应该用右手啊 不应该用左手啊 什么的 对 如果你要用左手荣耀菩萨达们呢 这个是一个冒犯 如果你要是踩在菩萨达们上 或者是迈过菩萨达们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有一个故事讲的 就是说 有一个人他的那个脚就肿了 就是因为他踩在了 主加根纳达的 马哈菩萨达们上 我们在荣耀的时候 我们要坐下来 是因为 如果 如果我们走来走去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个菩萨达们 撒得到处都是 然后就有人会踩照 然后就会造成冒犯 而且呢 谈论 就是在这个菩萨达们 一边吃一边去谈论 不太好 因为菩萨达们应该是被荣耀的 不应该是 一边吃东西 主要是为了说话 菩萨达供奉食物 他们做食物 然后呢 管理者去供奉 还有一个人去拍发 一共有六种人 当我们在 吃菩萨达们的时候 夸夸其谈 就等于冒犯了六种人 就是所有 跟这个环节有关的 这个人都得冒犯 那么在 加格纳的消耀时光里 有一个人用左手 接受菩萨达们 然后呢 回头我再给你们讲吧 就是有好几个 这样的故事 因着的儿子 他踩在了 中介性的地步的花环上 然后呢 结果他成了一个冒犯者 当他去 就是迈过去 然后他所有的 半生的品质 全都立刻消失了 他要花好多年的时间 去做苦行 然后重新 回到 重新回到天堂 只是因为他踩在了 中介性的地步的花环上 还有呢 用这个手指头 用无名指 去图提拉克 这个中间的 这个地方 这是什么 谁在这里 谁在这里 Tushi Devi 住Vishnu Brahma Vishnu Brahma Shiva Brahma Shiva Vishnu 这个地方 是Tushi Devi 会让他的学生们回家 如果他们的 如果他的学生 没有图提拉克的话 就不会看他的脸 会让他回家 他说你没有遵守这个原则 你应该回家 按照礼仪 行为举止 然后你再回到这个课堂上来 同样呢 在庙里呢 也有一些礼仪 如何的去弹奏乐器 我们看到奉献者们 就是说 做完乐器之后 就往那一扔就走了 这是对 Kesna的 这个附属品的 一种不尊敬 如果我们去 领唱Kirtan 我们要用到 这些乐器的话 我们应该 非常的尊敬 所有的乐器 当我们做这些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知道 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跟至尊主 是有关的 当然了 在传播的时候呢 我们有的时候 有的人他会受到 Kesna的吸引 然后呢 这个规矩是之后再说 逐渐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不想 不想 不想 不想给大家 提太多的规矩 我们想去鼓励 人们能够依附亏使 我们想让人们来 然后唱颂跳舞 荣耀菩萨的 我们并不介意 他们是用左手 还是用右手吃 当然了 他们只是 新奉献者而已 但是逐渐的呢 我们需要去 我们需要去 遵守那些规则 就像是你来到印度 你们知道 当你们来到圣地 结果呢 有的时候 就是在帕帕德的 那个时代 我记得 那么有一些 萨尼亚戏们 他们去那 然后 有帕帕德的 灵性兄弟 给他们 菩萨达姆 其中有一个人 就是用他的 左手荣耀的 菩萨达姆 然后呢 其他人非常的惊讶 简直是惊呆了 萨尼亚戏 居然是用 左手来接受 菩萨达姆 哇 这简直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简直太然震惊了 那么 萨尼亚伯伯 他关心的是 我们要 好好的去代表他 当然了 爸爸也知道 我们来 我自己 我自己来自一个 亚伯呢 或者是 马雷达的背景 那么 我是一个 西方人的 具体我并不是在 伟达的文化之中 长大的 我来到这个 伟达文化之中 但是呢 在我的生命的一开始 并不是有伟达的文化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到 我们必须要纠正自己 然后我们应该让自己 达到这个标准 也就是 也就是 我不是个萨度 我所有的奉献者们 全都是萨度 所有的奉献者们 都是马哈特 甚至是 所有的奉献者们 全都是纯粹的奉献者 这是一个纯粹奉献者的运动 我们遵守这个原则 我们遵守的是纯粹奉献服务的原则 所以我们必须有职责去代表 失落啪啪 代表这个运动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就是我们要好好地去遵守这些原则 当我刚刚来这个运动的时候呢 我们总是被教导 我们被告知 再次呢 我记得当我是一个新奉献者的时候 Malady 她是当时的一个GBC 然后呢 Sundar也是GBC 她就是给我们来讲课 你必须要用右手剥香蕉 不要用左手 然后怎么去剥香蕉 可是你用右手怎么 用一只手怎么去剥香蕉 我当时就想了 哇 这太过分了吧 但是逐渐的呢 这些事情就变得 大家就都明白了 但是呢 这是一种职责 我们要知道 人们在看着 都在看着我们 他们想看看我们 到底在多大程度上 在遵守这个文化 所以我们是有职责的 我们尤其是到了印度 我们 那么就是说 印度的人们 他们是很重视这些事情的 可以吗 可以吗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可以吗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来自于乌克兰的一个跑步 一个人应该去取悦自身奉献者 但是如果有的人 他对你就是别过脸去 你怎么办呢 如果有其他的一些奉献者 就是别过脸去 应该是意思就是说 不理睬你怎么办 不理睬你 Dewatis? Dewatis is looking away? It is one of the Parama apparatus I don't want to be happy 如果你见到一个资深的奉献者 你不高兴 这是一个冒犯 即使你 可是在心里想的是 这人算什么呀? 他为什么要待在这呢? 他为什么还不走呀? 这个是Paramaparat 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应该见到奉献者们都感到很高兴 Shivas Pandit 当Nimai Pandit见到奉献者的时候 都是在 他说我们的家庭在扩大 他特别的高兴 这也是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非常高兴的看到有很多的奉献者们 因为 Shivas Pandit 得的心思也是这样的 他开办这个协会就是为了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加入这个大家庭 我们可以这样的让自己的生命达到完美 活归手神 我们应该非常高兴见到很多很多的人 很多很多人的到来 所以呢 这样的话 吃了啪啪啪会非常的高兴 使徒传承会非常的高兴 所以 那么 那么 虎师呢 他 一个最大的赋予 他就是说去召回这些受局限的灵魂 就可以取悦虎师呢 取悦我们的阿执尔耶 如果我们看到奉献者们很高兴的话 然后协助奉献者们的贵士呢 知觉 我们会取悦我们的阿执尔耶 们 非常感谢 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会继续这个节目 非常感谢你们的好的问题 他在加勒喀的这个区里呢 他演的是一棵大树 在Mada Priya Mataji之后 我想那是一只鸟 只有一只鸟 非常好 非常感谢大家在加勒喀的戏剧之中的这个表演 而且呢 也许明天晚上还有周末 我们会再接着演 我们会在Partner 我们会演戏 还有夏茫舞 我们会演这个特别奇妙的这个 就是晚上的时候会有很美妙的演出 我看到他们其中有一些人也在 非常感谢大家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大家可以把它写下来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把它写下来 就在纸上 你可以把这个问题给我 然后呢 只要有机会就会回答你们的 我把这个问题已经记下来了 封建者们都高兴吗 你们喜欢吗 我们再听一遍Safari的歌 我们在1998年的时候做第一次的恒河Safari 我们去一个村子 然后睡了家 阿巴泰克斯瓦米 马哈拉斯早晨三点半就来了 沐浴之后 他在图提拉克 然后他看着我 他特别的高兴 在微笑 然后他就开始唱这个歌 然后只有四行 我们就都开始一起唱这四行 Going on Safari for another day Going on Safari for another day mean Westminster 克里 斯瓊 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谈到Sila Jayapattaka Swami,谈到他 我们要看到今天在马哈达尔子讲课之后 马哈达尔子六点半要讲课 六点半讲课 等到他讲完课之后呢 我们受到邀请去这个马哈达尔子住的这个楼顶 宾馆的楼顶 现在有很大的一个阳台 就是很大的一个露台 这样我们可以跟他有半个小时的互动 那么就在讲课之后呢 就是今天晚上讲课之后 我们立刻去宾馆的顶层 然后八点之后我们再回到这里来 再回到这个礼堂来 好的节目吗 今天晚上怎么样 今天晚上会做一些 就是接待仪式 迎接Japattaka Swami,马哈达尔子的奉献者们 他也会向公众讲话 在做完了这个接待之后 九点 九点我们会荣耀晚餐 在这里 在菩萨达的大厅 在这之后我们去睡觉 我们要做什么呢 明天做什么 也许我们现在应该宣布 明天我们要 那么这个四点半 蒙古拉阿尔蒂 Japattaka Kuru Pujat Dashan Arty Kuru Pujat Simon Bagot他们的讲课 然后早餐之后 早餐之后 就在早餐之后 不会太晚 是因为在比哈尔邦天气很热 也许十点钟或者是十点一刻 我们去坐大巴 最晚十点半 我们必须要出发 我们去葛珍珠 Moksha 葛珍珠 Moksha很近 那么我们去搭买一下 这个地方 名字叫Hadi Hada Chetra 我们去一个圣地 这个是朱彩 参加马哈巴布访问过的 在那个地方会讲这个利拉 而且我们都会去 学了家 Battaka Swami也会去那里 然后呢 我们会 我们回到这里来荣耀午餐 然后我们晚上做什么呢 我忘记了 晚上我们在这儿 有很多的人 就是知道 他们 他们就是说 就是我们要连续三天 做这个节目表演 对不同的团体 比如说有一天是 就是说 就是说 会众 然后有一天是 所有的 捐助者 VIP 贵宾 有一天是 学生之类的 明天一场 然后呢 星期六一场 星期天一场 那么明天晚上 是我们的一个文化表演 星期五怎么办 星期五是我们这个Safari的亮点 就是去Gaia 我们必须要非常早地离开 因为很远 我们想 我们想做Pindadan 要及时地做 我们想十点钟 最晚十点半 因为这个Pindadan的仪式呢 是需要花时间的 几乎要两个小时吧 那么大概 其实两个小时 要两个半小时 包括这个Darshan Vishnopada的庙 Pindadan的仪式是什么 这个仪式是 Youchi Chaitanya Mahababu 给他的父亲做过的 就在Gaia 在这里 而且呢 这也是 Saila Prabhupada 为他的父母做的 我的Guru Mahaj 也做了这个 他明天 也会为他的母亲去做 那么任何人 如果想去做Pindadan的 这个仪式 不一定是父亲母亲 可以是叔叔舅舅啊 就是说 你想去为他做 这个Pindadan 那么这个价格是这样的 尤其是Vishnava的价格 他全印度 他们做这个Pindadan的仪式 即使你去看那个谷歌 或者怎么样 你们知道 Gaia就是做这个Pindadan仪式的地方 那这个Pindadan的程序是什么 我想Pindadan 那么我们那里有一个Pindadan 它是一个Pindadan 是East Khan的Pindadan 它将协助我们 但是呢 有一个程序 首先呢 我得说 谁做这个 谁去做这个仪式 那个人 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要做 就是那个做的人 那个人必须要给一个捐款 这个捐款其实呢 是1700卢比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是因为要安排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么可能500是给这个Pindadan的 还有鲜花呀 还有衣服呀 他们供奉了 还有这个Pindad 我不知道 因为我做过一次 但我不记得了 我为一个人做过 就是几年前我们做过Safari 那么这个 这次我们的组织会更好 那么那个 做Pindadan的那个人呢 就是说 被建议要戒食 你要做一个完全的戒食 如果你要是不做Pindadan的话 你可以吃布萨丹 但是 如果你要是不能够戒食的话 你可以去吃水果 实在不行的话呢 你也吃可以 不过建议说 最好是戒食 你永远是可以做的 但是呢 这个建议是说去戒食 所以我们去做这个仪式 我们那个庙 待在一个地方 我们可能是四五百米之外 在有一个地方去做这个仪式 我们去 我们在那个地方 我们要设立 朱彩丹尼亚的莲花族 就是在这个庙的同样的地区 这是我们的最主要的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 我们十七号的时候 我们要去设立 朱彩尼亚的莲花族 设立 那个地方没有莲花族印 所以我们要设立莲花族 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说 这将会让人们千百万年以来都会记载 就会有朱彩丹尼亚的莲花族 等我们做完拼得蛋的仪式之后呢 奉献者们 做这个供奉的奉献者们 我们全都去 威士努帕达的庙 去大圣 然后供奉这个拼得蛋给威士努帕达 所以首先呢 要唱颂啊 要供奉啊 然后呢 我们去这个威士努帕达的庙 那里有主 威士努的莲花族印 那个是盖亚的主要的庙 在这之后呢 所有的一切 我们希望十二点半能完成 我们能回到仪式的地方 也就是说设立莲花族 设立朱格尔亚的莲花族的地方 在朱格尔亚的这个莲花族设立之后 我们吃科士努帕达的 然后我们去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那个叫布德盖亚 布德盖亚是 这个就是说这个城市的两头 布德盖亚的庙 被认为在那个地方有一棵原始的树 然后呢 他们说也许这个是从那个原始的树长出来的 不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 佛祖冥想 然后达到顿悟 达到尼尔瓦娜的地方 他出生在尼泊尔的兰皮尼 那么这个地方是他打到那个尼尔瓦娜的地方 我想他首先去了瓦勒纳西那儿有一个地方 那是他第一次讲法的地方 就是说他第一次讲课的地方 但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跟佛祖有关的地方 是很美丽的一所修院 令人惊讶 我们要去访问 我们最晚最晚六点 应该从那儿离开 然后呢晚上十点才能回来 因为去那个地方要四个小时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那天早晨 Monglarty就要走 也许四点半就应该出发 我们去Gaia努力的十点钟到 然后做所有的一切 回来 我们回来的时候是十点 晚上十点 就是刚刚够时间 我们怎么说呀 喝点热牛奶 然后吃点这个玉米片 然后就上床睡觉 因为会很晚 我们就给大家 只提供一些很轻的菩萨达姆 然后在巴士上的时候 给大家一些东西吃 那么我们想知道的是 谁要做拼达姆 谁在十七号的时候 做拼达姆 我不知道 就是说 就是应该有一个名单吧 那你要告诉我 我要把你的名字写上 你可以这个宣布之后 马上告诉我 谁要做 那么我要做 吃音乐 我要为我的父亲去做 他去年离开区体 一种非常非常 一种非常喜乐的方式 而且我的兄弟 我的哥哥也离开区体了 所以我要为他们两个人做 那么也许有最近 离开的 或者是说 你以前从来没做过 你的父母也许十年二十年之前 离开区体 你们也可以做 这个取决于你 那么更清楚 这个体系就是说 比如有的人想做 那你不想 那么没有这个费用 怎么办呢 也许 比如说 我就是那个做拼得蛋的人 我可以 我做这个衣食 但是呢 我要给两个名字 我也可以给三个名字 我也可以做三个名字 四个名字 不会说有更多的费用 比如说五个名字 两个名字 价格可以都是一样的 你们可以把名字给我 或者是做那个的 然后我们就会以这个名字 以他们家人的名义来供奉 但如果你想做 比如说是你的父亲母亲之类的 直接的家人 你做再来 你给这个捐款 然后你去做 至少我想 十五二十个奉献者会做的 尤其是做这个亲自的拼的蛋 那么其他的人 可以看看这个仪式是怎么做的 因为这是很有意思的 也有住Chaitanya的一个小时光 因为他来了 他为他的父亲做这个 那么就是举手吧 谁会做 大概七万二十只手举起来 对 是可以做的 当然 我会问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你要是为你所有的祖先做 我也去问一问可不可以 他们会有时候问你 就是说你们的家庭的Gothra 我们有一个Gothra Vaisnava的家庭 他们问你们的Gothra是什么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你们家庭的祖谱 我们通常说是Achuta Gothra 也就是睡了巴布 巴达巴达 我们就会说我们属于这个Achuta Gothra 如果有人要是问你们的Gothra的时候 家庭 比如说来自叙拉巴巴达的这个家庭 Achuta Gothra 我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 那样会很好 肯定的我们可以去念诵 我们可以去唱诵 我觉得应该没有限制吧 而且伊斯康奉献者 Gaia那个地方有个伊斯康的庙 他跟普扎瑞协调 应该所有的一些都是可以的 当然了我们要唱诵盛名 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能达到完美 我们的拼得蛋怎么 做这个拼得蛋只需要名字 不需要什么出生年月日之类的 可以去弄一个照片 我们想印一个巴克提尼天安安德斯瓦米的照片 我们想我们想给他做就是代表这个Safari 因为他每一年都会跟我们一起参加Safari 那么他现在在那儿在灵性世界他在看着我们 我们想好的你做可以非常感谢你 那我们就打印出他的照片 大家其实没有照片也没有关系 是因为他我想要去打印一个小的照片 因为我们想去意念他 而且呢我们想其实表达对他的最好的这种愿望 万一我要是忘了的话 我其实有个笔记 我查一下 看我有一个笔记 这下面说呢 天堂 就叫做天堂冰激凌 这个地方吃冰激凌特好 有奉献者做的冰激凌特别好 奉献者们可以吃很好的冰激凌 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的全部很重要的一部分 晚上的时候我们看能够有什么样的安排给所有的人 然后呢 我记得上一次有奉献者跟我讲 有什么很快的问题吗 在我们去吃菩萨兰们之前 当然了感谢大家 大家我们知道Safari每一天都很紧张 有很多的甘露 但是怎么说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挑战 你们大家都非常的容忍 很好 我必须得说 大家做的简直太棒了 尽管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怎么说呀 挑战 然后非常非常匆忙的节目 是因为整个的加热刊的两天就走完了 做了很多的节目 还有这个街上的这个游行 每一天 我记得等我们到了Runch的时候 简直都我们就觉得我们都觉得糊涂了 都累糊涂了 而且已经晚上了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宾馆在哪 我们迷路了 不知道该去哪了 后来我们就决定 Safari跟我说我们走了 没问题 我们走吧 然后大家都决定要去 然后所有的行李 在所有的这个六七个小时的这个旅行 然后访问了两个地方 你们还去了这个市中心 然后你们还去 还在Runch 然后上演了加热刊的这个表演 然后回到宾馆的时候带着微笑 这简直是 我觉得你们太伟大了 我必须得说 从我内心深处 我想说 对你们所有参加演出的奉献者 我要致敬 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我们现在 在同一个地方 要待好几天 但是每一天 我们要都要做节目 就是说 可能不是那么紧张 但是后天 有很紧张的一天 大家到楼上去 普萨达姆大厅 我们吃普萨达姆休息 我们六点半的时候 我们再回到这儿来做节目 这个接待 也是非常感谢 对他 普萨达姆 明天 都在一个群里 谁明天讲课 明天的这个讲课 在群里发布 还可以开始呢 感谢大家的聆听 顶拜所有聚会的奉献者 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